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音道上目不暇接之时 我们不就能体会到我们渺小的心智与有限的感官 无福销售这天词的过多福祉吗 读庄子 我们也往往被庄子拨弄得手足无措 有时只好守之武之 足之导之 除此 我们还有什么方式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动 这位天线才子 他幻化无方 溢出尘外 鬼话连篇 奇怪迭出 他总在一些地方吓着我们 而当我们惊魂否定 便会发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朝吞夕月 落崖惊风 我们的世界为之一开 我们的俗情为之一扫 同时 他永远有着我们不懂的地方 山崇水赋 柳暗花明 永远有着我们不曾设计的境界 养之谜高 钻之谜间 造化中神秀 造化 把何等样的神秀聚焦在这个 搞像皇国的哲人身上啊 庄子钓于谱水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掩 约 愿以境内泪意 先秦诸子 谁不想做官 一招拳在手 便把令来行 在其位谋其正 君子之事 行其异野 谁不想通过世俗的权力 来杠杆天下 实现自己的乌托邦之梦 庄子的机会来了 但庄子的心已冷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 一边是浦水边 心如澄澈秋水 深如不细之舟的庄舟先生 一边是身父楚王使命 恭敬不代 颠沛已知的两大夫 两边谁更能享受生命的真乐趣 这可能是一个永远 拒送不已 不能有统一志趣的话题 对幸福的理解太多样了 我的看法是 庄舟们一定能掂量出各级官僚们 微福的分量 而大小官僚们 永远不可能理解 庄舟们的贤福 对人生真正的意义 这是关于自由的价值评价 这也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情景 它是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 据庄子约七百多年前 渭水边上发生的一幕 八十多岁的江太公 用直钩钓鱼 用意却在钓文王 他成功了 他此时也大约只有六十来岁 此时是真心真意地在钓鱼 且可能毫无失意 他可能真的需要一条鱼 来充实他的陆路机场 庄子此时面临着双重诱惑 他的前面是轻波淋淋的浦水 以及水中从容不迫的鱿鱼 他的背后则是楚国的相位 楚威王要把境内的国事 交给他了 大概楚威王也知道了 庄子的脾气 所以用了一个类子 只是庄子要不要这种类 多少人在这种累赘中 体会到全力给人的充实感 成就感 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庄子持甘不顾 好一个不顾 浦水的轻波吸引了他 他无暇回头看身后的权势 他那么不经意地推掉了 在苏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 他把这 看成了无聊的打扰 如果他学许游 他该跳进浦水 洗洗他甘州的耳朵了 大约怕惊走了在鱼沟边游荡试探的鱼 他没有这么做 从而也没有让这两位风尘仆仆的大夫太难堪 他只问了两个衣着锦绣的大夫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问题 楚国水田里的乌龟 他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 让楚王用精致的烛箱装着他 用丝绸的锦织覆盖他 珍藏在宗庙里 用死来换取流鼓而跪呢 还是愿意拖着尾巴 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呢 两位大夫此时倒有一点正常人的心智 回答说 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曰 王已 吴将夜未于途中 你们走吧 我也是这样选择的 这则记载在《秋水篇》中的故事 不知会让多少人暗自惭愧汉颜 这是由超凡绝俗的大智慧中 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 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 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 当然 我们不能以此玄地 来要求心智不高 内力不坚地云云众生 但我仍很高兴 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 有这样一个拒绝权势没聘 坚决不合作的例子 是的 在一个文化驱从权势的传统中 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 是一棵孤独的 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 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 妹妹昏睡时 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 在清风夜丽的夜中 独自看守月亮的树 一轮孤月之下 一株孤独的树 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一部庄子 一言以蔽之 就是对人类的怜悯 庄子似因无情而坚强 实则因最多情而最虚弱 庄子是人类最脆弱的心灵 最温柔的心灵 最敏感 婴儿也最易受到伤害的心灵 胡文英这样说庄子 庄子眼极冷 心肠极热 眼冷 故是非不管 心肠热 故悲开万端 虽之无用 而未能忘情 到底是热肠挂住 虽不能忘情 而终不下手 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 此时的庄子徘徊两间 在内心的矛盾中 做困兽之斗 他自己管不住自己 自己被自己纠缠 而无济脱身 自己对自己无所适从 无可奈何 他有蛇的冷酷犀利 更有鸽子的温柔宽忍 对人世间的种种荒唐与罪恶 他自知不能用书生的凸笔 来与之矫正 只好冷眼相看 但终于耿耿而不能释怀 于是随着诸侯们的剑风 残忍到极致 他的笔风也就荒唐到极致 因着世界黑暗到了极致 他的态度也就偏激到极致 天下污浊 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 只好以谬幽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词来与之周旋 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 比试谁更无赖 谁更无理 谁更无情 谁更无聊 谁更无所顾忌 谁更无所关爱 谁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从而谁更能破罐子破摔 谁更无正义 无逻辑 无方向 无心肯 只是 有谁看不出 他满指荒唐眼中的一把心酸泪呢 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 我们怎能不 悚然面对 肃然起敬 游然生爱 做选择的时候 总会有取舍 有取舍就会有艰难和无奈 但生活总要向前 如果你能听到内心真正的声音 它会带你到一个相对理想的境地 即使你还没有意识到 那个境地 都是你最好的境地 比如 当下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明天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